對於現場人對VLINE在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大家聞 非常歡迎各位一同參加 壞戀哥林 菲利普搭起顯示器新品發表會 VLINE可以叫NB LINE NB LINE是菲利普的獨立舞專利 所以它在電視播放的時候 它可以讓你生理奇蹟 尤其是在很多的環境下面或是影片的內容下 它可以無限的貨產 那我個人是非常非常喜歡這個功能 尤其是我下面我看電視或看影片 也喜歡燈光稍微轉移 尤其是最近其實我在家裡都用這台 因為在駕駛比以前更長 我以前要一直出差 現在都不用出差了 那NB LINE除了這樣子以外 還有很多東西 如果像我在家也都喜歡玩遊戲 其實它可以讓你的整個環境變成你的戰場 你的戰場整個聲光影視頻 就可以擴散到整個客廳 可以跟各位講到 這邊燈光很亮 你看到它只有周圍一點炫光 其實如果還有它是整間房間 都是這個情境 那T5剛剛比較有分數我們的心臟 左邊是一個跟一般電視比較起來 都沒有跟T5比較起來 所以它其實不管是在色彩上面 畫質上面 流動動畫上面或對比 還有鮮銳利 它都強化到非常非常好的境界 我們這一次這個東西 它搭配的是跟BOWERS的YP合作 BOWERS的YP合作 它其實是英國的一個傳奇 現在來講配搭市面的超好 它包含了麥拉羅 Masaragi Volvo Dargui等等 它們超好 它用的都是BMW的規格 所以我們這次非常的要挑 但其實我們這邊買這個東西 你如果買 現在買不起 沒關係 我們現在的電視 也能夠買不起 電視你就可以享受 它相同等級800系列 BMW的影響影響 包含了麥拉羅 WIKES 其實它是一個50幾年的一個 非常歷史悠久的一個 專門研究 影響也影響的東西 上面可以看到這系列 都是BMW的一個非常殘奇的 Speaker 包含了麥拉的錄音師 很多的知名唱片都在錄 它們用的東西 其實都會看到BMW的影響 都是用的 因為很多東西這樣一看 上面的圓形 上面有凸出來 就是一個但是 BMW的影響的特性 所以大家知道 因為你要家裡 要有這麼頂級的設備 那現在買設備 你這個酒餐機 是舊的相同的享受 那接下來 我會針對下半年的一些產品 來做一些說明 那第一個 針對偶類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 這個都知道 偶類的一個問題 就是它容易有烙印 那針對我們在下半年 以及現在各位看到 這個偶類的934 它用的都是最新的偶類麵板 基本上它在消除殘影的技術上面 已經提升了非常的多 基本上我們可以 甚至從原廠這邊都可以保證 是不會有殘影的這樣的問題 那第二點的話 針對這個畫質 剛剛我們處長已經有提到 所謂的P5 接下來就是P5 Pro 進一步的就是所謂的P5AI 那也就是說 我們在畫質上面 已經怎樣啟動了一個AI的智慧 能夠在每一個像素上面 去提升它的個別元素 也是因為這樣子 即使你是拿這個 比較低階的這個影片 那我們也透過這個PQ AI 這個晶片 來提升成4K的影像 而播放在我們的OLED集中上 針對聲音 我們除了跟這個Balos這邊的合作以外 聲音的製造 除了就是 陸比跟DTS 我們跟這兩個 這個聲音的晶片廠商的合作 是一直在持續的 所以我們會在聲音的解碼上面 以及一些的 這個叫做 陸比ONEMUS 大家都知道 它叫做 環景聲 那 這兩台武備機種也是搭配了同樣的 這個系統 等一下各位可以嘗試一下 這個環景聲帶給大家的震撼感 MVLINE 剛剛已經講了 這是一個情境光源 那這個情境光源 除了我們所謂看到的一些情境以外 我們也增加了它的一些額外的功能 像是在睡覺的時候 這個光源可以散發出柔和的光線 來輔助睡眠 那這個部分 確實在我們歐洲的開發團隊 甚至在歐洲這邊都已經有實質 實質的一些反饋 那 用度體驗也是相當不錯 那最後一項的話呢 我們 在這個 除了跟BALLS這邊的溝通 也就是說 針對聲音負面 聲音部分的提升以外 在菲利普的做工以及精緻上面 我們會跟所有的coach體驗 這邊合作 我們希望這個下半年有機會啊 再把這樣的產品 展示給各位媒體觀眾 以及各位代理商朋友們 針對低點的gaming 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像Xbox或是一些這個 PlayStation這些產品 它一定要在這個電視上面 那最怕的就是它的流暢度的問題 那流暢度怎麼改善呢 如果僅從TD這邊來做改善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在2018年 我們的競爭品牌 就已經做過這樣的嘗試 但是呢 表現一樣不好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是一樣 品牌合作的部分 那因為這個東西 我目前還在談 所以我就把它很正式的說出來 也就是說 我們會跟一些顯卡的廠商 我們會跟一些遊戲的廠商 一起合作 那針對所謂的game mode 這部分 做很大的畫面改進 也就是說 未來各位在這個 使用一些遊戲機 在玩一些遊戲 使用非粒土的體驗上面 你會發現這些延遲感 遲鈍感 會絕對消耗 那除了OLED以外 我們呢 已經進一步的發展到 所有的MINI的LED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 OLED除了它的畫質漂亮 進一步的是什麼 它很薄 它甚至可以怎樣 幾乎是可以貼附在這個牆壁上面 那傳統的LED受限於它的結構 它沒有辦法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跟這個面板廠商 共同開發所謂的MINI LED 那這個MINI LED 最後的一個成型 我們的希望 是做成所謂的窝配盒 它就像是一張紙一樣 是真的是可以貼附在牆壁上的 8K 8K呢其實除了Detail Only Detail 意思是什麼 它的8K的畫質其實在很多的元素上面 我們現在其實可能從什麼VD Player 甚至從Netflix YouTube上面 並沒有真正所有的8K影像 透過我們的那個 剛剛講的 T5的AI的晶片 以及我們的真實還原的8K的面板 以及我們的技術 它能夠忠實的呈現一個8K的畫面 所以或許大家會覺得說 已經很多廠牌有8K的 為什麼VD比較慢 其實我們是希望能夠做到最好 再推出給每個消費大眾 那針對ID的部分 其實剛剛已經說明了 我們跟Bounce這邊的合作 除了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那同時呢 也會有在VD的一個金屬底座上面 會有一個特殊的一個造型 我們都叫他筷子講 原因就是說剛剛那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一個菲利普的ID總監 他是一個光銅 他因為我們在跟他討論的時候 他旁到中國 就是他突然就有人看到那個 那個中國的筷子 覺得這個筷子的造型非常的好 而且又可以有菱形啊 六邊形這樣的設計 所以從我的印象是從2018年開始 他就已經逐步的喔 把這個菲利普的這個底座 一路把它用筷子底座來設計啊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有跟著所謂的這個 Poche這邊的合作 剛剛也提到 就是一個Colbrane的概念 那Poche這邊他們的設計師 也陸陸續續提供一些這個 已經設計好的外觀造型 跟我們那個ID的菲利普 ID設的造型設計師 那個Rubbine裡面 共同去挑選 什麼樣的外觀才是最符合的 下一個世代的潮流 那我們的藍牙已經進階到5.0的這個版本 甚至未來我們的計畫是導入5.1 它除了什麼 能夠省電 那它的頻寬會更大 也就是說怎麼樣 頻寬一旦夠大 它可以傳播音 現在可以傳播聲音 那我們的第一步呢 就是可以傳播聲音 因為你都已經買了一個 這麼好的電視 而且有這麼好的音響 那為何不從你的手機 透過藍牙 就直接將聲音播出呢 那以上呢 就是我所謂的這個 2020年到2021年的一個 菲利普開發的產品 那這邊全部有12 好 那接下來各位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現場看到的 我們的Oro ED934 Plus 它本身有55吋跟65吋兩個尺寸 那55吋後的ED 市場定價是8萬9千9 65吋後的ED 售價是12萬9千9 那跟各位介紹一下 本身這個產品呢 在1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做一個運購活動 分別有65吋 送65吋清餐器系列 以及55吋送55吋系列的活動 這個運購活動一推出就非常踏躍 我們陸續到現在已經 接單跟較輕了27台 那現在呢 產品在3月份到貨了 所以我們3月10號開始之後呢 我們會針對我們這一台 OLED分賠贈送 菲利普的TNPH805的 無線主動降噪耳機 本身K台不需要透過有線 跟電視的藍牙 或者ED的藍牙 直接做連結 好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 一個促銷組合跟結合 那我想裡面 我們應該也想邀請一下 我們現在這一些 或者ED 在哪些通路有賣 我們會進入 加樂福 還有參訓 還有三大網路平台 Yahoo PC網 MOMO 那另外呢 在家電門市呢 目前已經陸續上架了 也有這些監控網 對於說 已吸塵的明顯 有漢語 所以我們 偏激開人 又高尋 好 以上是我們在 2019跟2020 業務的 這部分的推動 主軸 跟各位的介紹 謝謝各位